红锡现象游戏 利用红锡现象可以帮水族箱换水 那可以利用红锡现象来玩游戏吗? 我们来试试看 要准备的材料有 铅笔、剪刀、可弯的吸管两只 装水容器 装有水的相同烧杯两个 先将两只可弯吸管弯头 各剪去一些 用铅笔将其中一只弯头的开口称大 再将两只吸管弯头套在一起 套成一个摸字形 注意,不可以将开口捏小 否则容易有缝隙 不易产生红锡现象 将摸字形吸管长度修紧成 比烧杯锐高一点 方便操作 在两个烧杯中装水 并将其中一个烧杯垫高 再用双手握住摸字形吸管两端 放入水中 让吸管装满水后 将两端出口用拇指堵住 取出吸管的摸字形吸管 取出吸管的摸字形吸管 继续用手指堵住出口 直到将吸管两端放入烧杯 并使两端没入水中才放开手 这时会发现 水层位置较高的烧杯 自动流向位置较低的烧杯 使两个烧杯中的水位高度 慢慢接近 当两个烧杯的水位高度 快接近时 调整两个烧杯的高度 让出水口低于水平面 水便会在摸字形吸管中 不停地移动 如果要让水停止移动 只要将两边水位高度调成一样 水就会停止移动了